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听说 其实这些都是素斋 这个鸡就是南瓜做的 这个红烧肉就是豆腐做的 这个鱼是萝卜做的 这些都是素斋 看着很像吧 来 师傅 赶快尝尝我的手艺 我尝尝 味道怎么样 味道不错 好手艺 不错吧 来 再尝尝这样 你还别说 这有点红烧肉的味道 师傅 你知道红烧肉什么味道 没关系 来 师傅 请喝茶 师傅 师傅在上 受梁坤一败 希望师傅能受我为徒 好啊 好啊 那你愿意受我做徒弟 愿意教我功夫了 当然可以了 这么简单 也不用什么测试 考验什么审核之类的 不用 你来了 就是缘分 来 过来吃饭 来来 缘分 来 吃鱼 老师 那我不在这段时间 家里就交给你了 有事给我谢谢 是 少爷 走吧 师傅 什么时候教我功夫 就现在 现在就可以 就是现在嘛 师傅 怎么练 怎么练 老师 老师 现在 就直现在 上去 从小我师傅就让我在泥路上搬康台北 我的马 当然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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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 师傅 不要 师傅 你看我看看 我就这么轻轻一踢 你就摔得是嘴可泥 你练的那种马峰 在我面前耍什么嘴 起来 你还在等什么 我在等你传我功夫 你个傻小子 你不把你原来会的打出来 我怎么知道你到什么程度 我怎么教你 好 那就打一套先师交的服务拳 给你瞧瞧 好 好 好 果然是练的好材料 师傅 你又来这干嘛 你还要吃饭 谁说和你要吃饭 你看这柴也不多了 记住 一会多备点柴火回来 这水也不满 记住 午饭前务必要把它装满 你看看 你怎么豆浆磨一半就不磨了 去 磨豆浆去 师傅 我让你磨豆浆去 我这都累完工了 你也不给我指点一下 你不是要教我功夫的吗 我这点什么 你跟他压根打的就不是拳 我打的不是拳是什么 什么也不是 我该干嘛 你该干活了 去 磨豆浆去 你不东西 我都能达到 colleague 你也不拳 去查看 我们去查看 你份有些不вед 你了 我讨历的 我讨历的 好 你我也讨历的 不讨历的 宣度 你讨历的 我讨历的 赌历的 一早上碰到师妹一面 说到山上去玩 现在也没见影子 估计没下山的吧 暗兄 这是英吉利国 东印度公司的遗伤 克利顿打扮送的 您看看 好着呢 怎么样 果然是好东西 余兄这点屁好 恐怕是改不了了 鸦片这东西 虽说是有大补之功效 可是平常人 却是受用不起 也就是像您这样的 一代宗师武功盖世之人 那要是吸食了他 我保证 自阴壮阳 保证百利无遗害 既然是婴仪孝敬的 那余兄 我就向哪了 这 全都揉我了 对对对 韩兄啊 我这次来广州 是有件事 想跟你商议 孙兄请讲 最近啊 有些遗伤反应 说这个内河道码头啊 经常会有一些水匪骚扰 接祸打人 这些遗伤呢 早就久仰您的大名啊 所以他们想啊 聘请您担任遗伤的 总监护 给蛮医当保镖 我堂堂天朝子民 怎能为蛮医服役呢 不行不行 这怎么能是给蛮医服役呢 这是在教化蛮医啊 教化 教化 其实这些蛮医啊 也就是想利用您这个头衔啊 吓唬吓唬那些小毛贼 从这个珠江入海口 到十三行码头 往返一次 您就能得到十块姻缘 话又说回来了 您想想啊 有了这层关系 您日后 想享受这种东西 那还用等那么久吗 既然孙兄开口了 那玉兄 只好从命了 那我先在这儿 谢谢您了 客气 客气 那大人 不知道林儿在这儿 住的还习惯吗 赵老板不必为此担心 江姑娘是纳某的朋友 待客之礼 必不会少的 我想见林儿一面 不知道她方便不方便 这可实在不巧啊 刚刚下人来通报 说江姑娘今天身体危样 正闭门 在屋里休息呢 赵老板既然来到广州 何不趁此机会 到这里的陶瓷市场 走走看看 我相信 在佛山做陶瓷的人都知道 仅凭佛山几个乡镇的生意 只是一些迎头小利 如果能够突破到省城广州 甚至营销海外 方才是致富之道啊 那大人 您言之有理 赵老板年轻有为 一定会明白 这其中的道理 可惜 江老板与世长辞 他在广州十三行的地位 无子继承 实在是可惜呀 那大人 不知有何见交 实不相瞒 那某间赵老板年轻有为 只需要有人在十三行里 提拔一下 再得到同行里官府的支持 要想成为行商 并非男士 那某虽然不是行商 但总算也出生官场世家 在广州也有些人脉 在十三行里也能说上几句 如果赵老板不介意的话 那某愿意为赵老板 打点打点 那实在是太好不过了 只是 那大人 你如此看重晚辈 晚辈担心 无以为报 回报的事倒也简单 指望赵老板成为行商之后 能够扶持那某顺利把陶瓷出口 到英籍帝国这条路子 那大人 做生意最想救的就是双赢 到时我赵钱 一定不会忘记 那大人的恩情的 那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事成之后咱们再议 那大人 我师叔孙老板那边 会不会有什么意义啊 孙老板那边 你就尽管放心好了 小姐 我想尝尝这个 咱们吃 好吃吗 好好吃 你也尝一块 不用 我喝茶 你尝尝那个 我觉得那个也好吃 看上去是不错 那大人 请坐 坐 好 江姑娘身体感觉如何呀 我已吩咐梅姨熬了红枣粥 给你补补身子 灵儿身体没事 生病 只不过是不想和大哥 见面的借口罢了 赵老板千里迢迢来见你 却不得一面 这心灵 着实有些难受啊 不过 我也建议赵老板 停留广州的这段日子里呢 多去看看广州的瓷器市场 也征询了他是否有 加入行会的意愿 行会 灵儿不明白那大人的意思 这有什么不明白呢 赵老板现在是南风鼓噪的主人 推荐他加入行会 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江氏逃房在行商内 已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和地位 江老板与世长辞 势必会引起行会势力的变化 推荐赵老板进入行会 成为行商 一来可以维持南风鼓噪的名声 二来也能平衡整个行商之间的势力 避免争权夺利的事件发生 只要赵老板成为行商 势必会引起孙腾娇 同业竞争的危机感 只要孙腾娇把全部心思 放在行商里 我就可以借此机会去调查 江老板的死 是否真与孙腾娇有关 可娜大人您要如何调查 我想是时候该告诉你了 江姑娘可能只知道娜某 身为轻车都尉 却不知道我还是广州暗茶室 凌儿不知道娜大人贵为暗茶室 离术不尽之处 还望娜大人原谅 江姑娘快快请起 谢娜大人 坐 正是不愿看到姑娘如此多离 所以才向你隐瞒了官职身份 如果江姑娘再拿大人的眼光 看待我的话 那咱们之间的距离 就很难拉近了 现在你相信我有能力 为你查案了吧 娜大人请容查案 她们现在是会计划案 她的妻子 她的妻子 是她的妻子 她是非得可 我计划案 我现在就想要 你这些妻子 你是要打烟还是要我 我当然是 当然是要你了 青鸾 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啊 我最大的烦心事 就是爹您愁打烟 天天看不到你的人到处拦跑 都干什么去了 脚掌我身上 我爱走哪走哪 我是自由的 你以前不管我 现在干吗管我 师傅 师傅 孙老板带着孙公子来了 知道了 让他在前厅等我 青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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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给我啊 青鸾 你弄够了吗 除非你把大爷彻底戒掉 不然我戒一次我扔一次 行行行 爹以后少抽 少抽 不是少抽 是彻底不抽 凡事不都有一个循序渐进嘛 爹已经习惯了 你猛一下不让爹抽 爹也受不了啊 好女儿 来来 安堂主 孙老板 你看看 你看看 让你开笑话了 这自家兄弟有什么好笑的 是不是女大不中流了 是啊 您看您这闺女 亭亭玉丽 已经到了该嫁的年龄了 不如安堂主啊 早点找个门当户对的好人家 把闺女给嫁出去 您也可以早日当上外公啊 省得啊 他留在家里管这管那的嘛 孙老板 言之有理 过两天啊 我就找媒婆商量商量这事啊 哈哈哈哈 安堂主 我看就不用麻烦了 眼下这不就有个县城的成龙快叙吗 没破费都给你省了 是啊 哎 哈哈 哈哈哈 安堂主 真是不好意思 让您见笑 啊 没事没事 哈哈 周老板 今天来回封堂 又何事啊 哦 还不是 那批货的事嘛 安堂主 哦 哦 那我们里面谈吧 请 请 请 忙着呢 怎么又是你啊 怎么就不能是我了 这荒山野岭的 还有谁会来看你啊 这里是佛门清净之地 来这里的都是修身养性的 只有野猴子 才会在这里跑来跑去的 我逃一回听说 磨豆浆也算修身养性啊 你别来打架我就好了 我干完活 师父才教我功夫 你想学功夫啊 那还不简单 你有办法 想学功夫我教你呗 你算了吧 我可是汇丰堂堂主的女儿 我教你功夫 你有什么不满意的 我没什么不满意的 只要你不来打搅我就好了 谁打搅你了 我是担心你才过来看你的 我说安娜小姐 快回家吧 不然你爸该骂你了 快走吧 我爹在码头 帮孙师伯的忙 还没时间管我呢 你说 你是不是对我爹还有意见 你要真觉得你娘的死跟我爹有关系的话 来 杀了我 给你娘报仇吧 我跟你说 这件事情不关你的事 而且杀我娘的也不是你爹 那是谁杀的呀 你告诉我凶手是谁 我马上让我爹帮你报仇 这是我的事 就不劳烦你了 你还是赶快回去 当你的乖女儿吧 看 看 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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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